巴以突然爆发冲突,战火在中东地区越烧越烈,而此时远在东亚的韩国却声称自己心惶惶,这是要闹哪般?韩国总统尹熙悦,10月11日在首尔龙山总统府,临时召开经济与安全会议,会议上针对哈马斯攻击以色列一事。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,朝鲜或使用哈马斯战术对韩国进行突袭攻击,哈马斯的军事实力远不如以色列军队,但一场突袭却生生扭转了这样的劣势,把以色列打得损失惨重。 在哈马斯5000多枚火箭弹的攻势下,以色列花仲经打造的铁穹防空系统,在这场突袭中却表现得不尽如人意,而朝鲜军队的实力要远远高于哈马斯,于是韩国开始梦魇了,幻想如果朝鲜突袭韩国,会是什么样的结局? 韩国军方正在开发的韩国行铁穹,远程炮拦截系统,即使按计划于2026年完成开发,应对朝鲜远程炮也处于非常薄弱的水平,朝鲜每小时可以发射一万发以上的远程炮,而远程炮拦截系统只能拦截2000多发,防御范围也集中在首都圈等十多个主要设施,不是韩国患有迫害妄想症,是巴以冲突用事实证明了, 铁穹确实效果不好,更别提韩国这个未完成版的铁穹了,据韩国经济报道,执政党国民力量党担心,如果拥有哈马斯数百倍火力的朝鲜,对韩国发起突袭,不要说白领导,泼州等最前线地区,连首都圈恐怕都很难防御,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作战本部长江兴哲, 10月10日下午在首尔龙山区国防部大楼,召开的国会国防委员会国政监察中称,如果朝鲜进行大规模发射炮和导弹攻击,韩国也会发生类似情况,因此有必要避免过度依赖科学化的防御体系。 他还强调,有必要在地面、海面和空中,开展对朝鲜的特殊战,包括监视朝鲜的挑衅迹象或建立远程炮弹拦截体系。 除此之外,韩国将在前方和主要防卫地区,建立无人机应对体系,以应对朝鲜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。 韩国想提升自己的防卫能力,来保护自己倒也无可厚非,但后续韩国新任国防部长官申元石的提议,就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了。 据韩联社报道,申元石10月10日提及巴以冲突,并表示韩朝919军事协议导致对朝监视受限,将尽快推进该协议效力终止。 919军事协议于2018年9月19日签署,被称为半岛和平安全阀实际上的中战宣言,其宗旨在于防止双方擦枪走火,防止偶发性军事冲突。 申元石声称哈马斯攻击以色列,而韩国面临着更高强度的威胁,为此韩军需要有更多的侦察监视,观察朝军动向,这样才能掌握挑衅情况。 919军事协议设定飞行禁区,限制了韩军对朝军前沿地区挑衅迹象的实施监测。 韩国想要推动韩朝919军事协议效力终止,真的是因为巴以冲突吗? 因为早在申元石被提名防长后,他就提及想要解除919军事协议。 9月27日,申元石又在举行的人士听证会上表示,即使不能解除,也将为终止其效力而全力以赴。 因为解除协议需要法律流程,但终止效力仅需国务会议的表决即可。 可见这个韩国新任国防部长官是早有预谋,巴以冲突不过是他找的一个托词罢了。 韩国本地媒体也是悲观态度。 韩国日报认为,如果韩国首先终止919军事协议效力, 韩朝紧张局势必然会加剧。 中东地区武装冲突的火花将蔓延到朝鲜半岛。 到了那一天,哈马斯战术真有可能在韩国国土上出现, 不过韩国紧张兮兮的,愿不得巴以冲突。 相反,这跟近年来美韩的对朝政策有关。 韩国上一任总统文在寅执政期间,韩朝关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。 凭借平昌冬奥会的体育外交,文在寅多次促进了朝鲜、韩国和美国之间的对话, 甚至推动金正恩于2018年4月27日, 成为了首位跨国边界线访问韩国的朝鲜领导人, 朝鲜半岛区域稳定, 并难得出现了区域和解的友好氛围。 但好景不长,现任韩国总统尹熙悦上台之后, 将朝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, 跪舔美国和日本, 在朝鲜半岛多次联合军演, 对朝鲜进行高压军事威慑, 朝韩关系又一次降到了冰点, 面对美日韩的联合施压, 朝鲜不断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。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还要求增加武器发展, 试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, 推出具备核打击能力的潜艇, 在发展核武器这条路上一去不复返, 以此应对威慑, 而美国也在其中不断供火。 韩朝双方拟了军演, 我来射到, 军事对峙持续升级, 如今韩国还想要率先终止履行919军事协议, 无异于是在火上浇游, 韩国执迷不误被美国牵着鼻子走, 如今只能抱紧美国的大腿, 以求安心, 尹熙悦甚至呼吁美军里根号航母进驻赴山岗, 据韩联社报道, 美国里根号航母12日驶入赴山岗, 此访意在展现美国对韩提供延伸威慑的意志, 同时纪念韩美结盟70周年, 在此之前, 尹熙悦还与美国一起加码对朝鲜的制裁, 于4月26日和拜登政府成立所谓的合作商小组, 这个对话框架是为了促进两国的核武合作, 以及增强战备对抗朝鲜, 甚至连美国战略核潜艇都搬来了, 7月18日, 美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在釜山岗停靠, 这是美国战略核潜艇时隔42年再次访韩停靠, 如果韩朝之间发生冲突, 美国这个幕后黑手难逃其咎, 如果韩国真的想要安全, 就应该致力于推动与朝鲜的和平谈判, 而不是想要单方面撕毁919军事协议, 如果真的想要局势稳定, 就应该提防美国, 而不是以以孤行将里根号航母引入釜山, 归根结底, 韩国对朝鲜的焦虑和担忧, 不过是自己执迷不悟和隐狼入室的结果, 随着巴以冲突的持续, 这轮哈马斯采取的突袭方式, 也引起了全球的关注目光, 韩国多家媒体刊文强调, 这轮冲突需要引起韩国人的重视, 韩国朝鲜日报认为, 作为近邻的朝鲜远比哈马斯带来的威胁要大得多, 强调韩国在该问题上对朝鲜要更加强硬, 并且因尽快拿出抑制远程火炮挑衅的公式性对策, 一味强调对朝鲜强硬, 这非但不是解决所谓威胁的根本办法, 也没有正确认识到对手的实力以及自身水平, 对于朝鲜, 虽然经济上远逊色于韩国, 但武力层面却足以在一对一的情况下退平对方, 去年9月, 纽约时报曾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消息, 俄罗斯正计划从朝鲜购买数百万枚炮弹和火箭弹, 同时还将一同引进数量可观的大口径中炮, 这一方面是因为俄军弹药库存消耗巨大, 另一方面朝鲜的军工水平也的确可以, 不然也入不了俄罗斯的发言, 2021年底,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发表的研究报告, 朝鲜在朝韩边境飞军市区, 部署了至少4800门中程火炮, 虽然射程仅有25000米, 但依旧可以利用数量优势, 对韩军在边境实现炮火压制与炮火覆盖, 同时朝鲜还部署了950门远程火炮, 这些火炮射程足以覆盖韩国首尔, 根据评估, 朝鲜现阶段部署的火炮若同时开火, 在一小时内足以杀伤10万人, 而这还仅仅只是部署的火炮威力, 据西方评估, 朝鲜火炮总数量至少在2万门, 包含2000余门火箭炮, 4400门自行火炮, 3500门牵引式火炮等等, 这些火炮若在朝韩冲突后, 全部使用完全可以实现对韩国离地般的火力覆盖, 不仅火炮充足, 朝鲜储存的弹药更是管购, 鉴于朝鲜人民军长期未战争做的准备, 以及长期遵循的苏式战法, 朝鲜弹药数量或至少满足45天的使用, 按照这一使用天数, 在结合现阶段的实际部署火炮数量, 弹药总基数或将达到2800万枚, 这是非常恐怖的数据, 要知道此轮哈马斯5000发的火箭弹, 就让外界感到震惊, 若朝鲜以万为单位, 向韩国倾泻炮弹, 不出数日全境都将沦为一片火海, 所以既没有锋利的锚, 又没有锋利的盾, 韩国除了叫嚣, 还不如早已认清现实。 请不吝点赞,